大家看到SONY這個招牌就知道我們已經來到SONY位於東京品川的總部 這個總部其實就是SONY的研發部門 這裡讓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它們最新的研發產品 最近有什麼新產品推出呢?主要是WiFi Speaker 和最新款的藍牙耳機 在這麼寬敞的大樓裡面 所有東西都很整齊 擺設其實和蘋果都企致 大家看到這堆是全新的WiFi Speaker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款WF SP-900耳機 這款耳機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已經有4GB的儲存能力 即是可以把音樂放進去 不用連接手機 還有它可以浸水、游泳、淡水、海水 它一樣沒有問題 除了顯示生產品之外 這裡最特別就是SONY的歷史牆 原來SONY已經成立了 我超過70年了 1946年成立 到1950年看到這部 磁帶式錄音機 然後看到這些細細部的電晶體收音機 它將收音機的size大大縮小 這堆就是電視機 小型的電視機 黑白的 去到彩色已是1968年 這部Triniton 真正SONY的彩色電視機 接著我們看到1975年推出的 BetaVCR攝錄機 很多AV發燒油 當年都為了它很瘋狂 然後我們又看到SONY的變攝式 播放機的發展 包括Wattman、Disman、MD、MP3Play 和DAP 它都齊全在這裏介紹 接著另一幅牆 我們看到1982年 原來SONY推出了全球第一部 CD機CDP101 接著又推出全球第一部 CDWattman就是D50 接著有攝錄機 接著有攝錄機 1992年推出它們的MD機 1993年 開始 PlayStation PS2、PS3、PS4 到現在的VR技術 然後還有它們的機械人技術 它們的機械人技術 接著可以看到 有它們的Pro的事業 CNELTA的專業視錄機 接著會看到BDZS77的Blu-ray播放機 它最特別的地方 它是可以錄影 還有它們的Blu-ray 是必須要連著盒子一起放進去的 接著有2006年 有它的Alpha系列的數碼相機 它們的CMOS 看下去 原來全片幅和非全片幅分別很大的 Xperia的手機系列 它們有自己的電影公司 到這裡 大家會看到 最新又是Wi-Fi speaker 這個這麼漂亮的Wi-Fi speaker 其實可以做一個 Stereo Parry 即使用電話做播放機 可以在房間裏 做一個很簡單的兩清道系統 今次最主要 來東京的目的就是這裡 即是WF1000XM3的發佈會 在這個發佈會上 我們可以看到 它們仔細地介紹 這個燒噪的耳機 它有不同程度的降噪功能 以及每一隻耳機 可以獨立和你的手機連線播放音樂 有黑色和白金銀色兩個選擇